公地旁整排鐵圍梨 不敵強風吹起 應聲倒下 發出轟然巨響 事發前幾秒看似風平浪靜 轉眼街一陣風吹來 圍梨瞬間向路面情道 壓倒三部急車 山陀爾颱風步步漸逼 南臺灣出現強陣風 二號凌晨高雄三民區 凱閣路一處公地圍梨倒塌 三部機車無辜受損 監視器畫面還拍下這一幕 男一男子從遮雨棚下 牽走一輛黑色機車 最後停放的地點 剛好就是這次倒塌的圍梨 而原本黑色機車的空位 眼看同一位男子 牽了另一臺車仔細停放 看完這個畫面 讓黑色機車的車主不敢相信 很寶貝 把罪就把人家的摩托車 牽到外面去 然後再把他的車牽到 這裡那種領不到雨的地方 雖然是因為風勢太強造貨 但工地沒將為力加固好 已經承諾會賠償 而這位男一男子的行為 他是故意要毀損這台機車的話 當然會構成是把第三百 十四條的故意毀損罪 那當然因為他的移車行為呢 也間接造成了機車的危損 所以在民視上 也會有所謂的侵權責任 再看一次 威力倒塌壓毀了三輛機車 這回受害者少了通勤工具外 還得跟工地業者及移車男子 來討回真相 MUZIEK